哈囉大家好 我是WinWin10的成員蠻茲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這三顆扭蛋 讓你們猜猜這三顆是什麼呢 這是一顆蛋 欸有兩層欸 我已經試開了一層之後 它還有一層 白雪 欸 白雪 有蛋子 然後它裡面 有 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蛋殼的碎片 唉唷很可愛 大家很愛它們欸 而且它們好像 比蛋殼來說 比較大顆的 然後它有說 它有說像這樣的組合起來 來 對吧 然後它也有膠 像這樣子把它組合起來 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 實驗看看 其實都是蠻正常現象的 就是因為它是轉蛋 然後 多少都會有像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橡皮擦 去把它這個五五的地方擦一擦 滿緊的欸 不會鬆脫 然後 然後呢 它還有兩顆大的 一個是 比較大顆的是哪一顆 喔喔喔喔 它有這個 一個大一個小洞 然後你怎樣 它這裡有一個 粗的 一個細的 所以它粗的就是在大 真的美啊 而且 比起我的手掌來說 蠻高的耶 一顆扭蛋 這麼大顆 然後白雪很精緻欸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它有白激光 因為我們這邊燈光很 很 可是排排都會曝光 反倒這個白雪看起來超美肌的耶 然後它下面就會有裙擺 像這樣的感覺 完全不會有那個死角 或是說 會有一些那個 洞洞啊 或是什麼的 都不會有耶 好可愛 哇 仙度瑞拉來囉 打開 登登登登 美姑娘 所以等於是 如果你看到沒有膩痕 等於是 你沒有 卡緊 這個瀏海 整邊妹妹頭了 好可愛喔 仔細看 欸 真的蠻可愛的 轉蛋的而已喔 這只是轉蛋喔 很重要 搶到三次 轉蛋而已 這只是轉蛋 這個只是轉蛋 轉蛋可以做成這樣子 真的是 轉蛋太強悍了 然後 你仔細看它的裙板 有沒有 其實它轉 這個是它的蛋殼喔 這兩個是它的蛋殼 很難想像吧 日本的那個頭腦實在太強了 真的很可愛 對 仙度瑞拉 然後我們轉一下它後面 然後你們近看它 也OK喔 真的 超可愛的 整個這樣超可愛 那我們再來看 白雪會負的多好 這個應該是貝爾 因為那個蛋子上面有寫的 呵呵呵 然後 然後白雪它好像 它的蛋糕裙 外面沒有那麼的明顯 所以如果比較明顯的話 是代表你抽到的貝爾 開蛋的那種感覺 很好 而且很爽 好 然後再來裝 這一顆 貝爾的妝法跟前面的兩位不一樣 好 好 我剛剛看到我們這個也有一點小瑕疵 不知道能不能扣起來 不行 不行 算了 遠看好了 這個 然後它還有這個 裙白 那我們要來教各位 就是怎麼去塞它這一個 我發現很多人應該跟我剛剛研究的一樣 就是這到底怎麼塞呢 好 它的裙白你看喔 這個我是像正臉 正臉是像你們這樣子 那你正臉的時候 只要是你看到這旁邊 它的手的側邊 對應的這個地方 這一個 它會有兩個缺口 一個是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一個卡榫 這種卡榫 跟這個 這個是在它的臉 的這一端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 稍微的卡住 先前先稍微的卡住 卡住了之後呢 換後面的也先卡 卡了之後我們移到 旁邊的這個卡榫的時候 它這個卡榫是卡在它這個 有沒有看到 它這下面有一個缺口 所以它是 卡在它的缺口 卡在它的缺口下了之後 然後把那個後面的這個地方 塞進去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是在下面 這個下面是在它這個臉 就是朝著這邊 這邊的時候 這個是在下面 然後這個是 塞住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有一個 這有一個跑出來的 就是好像有一個扣環 一個扣環像這樣卡住的道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塞住 完整的貝兒 就跑出來了 然後下面也變得很美 它這個就是自己組裝 然後你們可以看它的臉 超美的 淨灘 有沒有 很漂亮 超可愛的耶 然後它的背後 轉一圈 然後再來換下面蛋糕裙 你們仔細細看 有沒有超級美的 它這個卡榫的方式我真的蠻佩服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沒有沾過 我之前買的蛋好像從來沒有沾過 所以這個是新一代的 高大概有13公分左右 今天的開箱呢 就介紹到這囉 今天開箱這三款 大家喜歡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訂閱唷